價值上百萬的黑色高級轎車和救護車插撞之後停在路邊 車頭明顯受損 但一旁救護車車頭嚴重毀損 左側破一個大洞 引擎根本發不動 保險桿掉落在路面 有名笛 然後我也閃燈了 是因為我要閃剛剛我前面的車子 結果他的車子就在那邊 我閃完之後他的車頭就直接切出來 就直接斷牙瓶 車禍發生在基隆基金引路 一輛救護車 當時要載著病患去基隆長庚醫院開刀 為了閃前面的車 撞到高級轎車 車上載了一個病人準備要去開刀 準備送完基隆長庚開刀房 現在怎麼辦 現在另外一台車有來 已經來了 當下就馬上聯絡好了 有發票嗎 有 不只車體受損 引擎還因為撞擊失去的動力 最後有警察和熱心民眾 總計八個人 從後面推車 才將救護車移到路旁 而救護車上原本的病患 還好沒有大礙 由另外一輛救護車接手 一二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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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可以 一二三 整體意外 一度造成基金一二路大塞車 所幸沒有人員傷亡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記者 黃少鳴基隆報導 快點 快點